这是谁 这不就是戴拿奥特曼吗 地球人都知道呀 你们知道他叫戴拿 那你们知道戴拿的徒弟是谁吗 没听说过戴拿收徒弟了呀 是啊 莫非你又收到了什么关于戴拿徒弟的小道消息 那必须呀 我可是找过奥特曼一手消息的熊豆的 那你看说戴拿的徒弟是谁 我先卖个关子 不过 我可以告诉你们关于戴拿徒弟的特征 你们可以猜猜看是谁 好啊 猜奥特曼我最在行啊 你快说戴拿的徒弟长什么样啊 戴拿的徒弟和戴拿一样也是一个脚 一个脚 这样奥特曼多聚啊 看我给你拆一个 看你家就是一个脚 怎么样 他是不是戴拿的徒弟 这一看就不对啊 特曼家是迪家的徒弟 什么时候变成戴拿的徒弟了 你呀 你别打岔 波动你来说 特曼家是不是戴拿的徒弟 我都不是已经说了吗 特曼家是迪家的徒弟 那他肯定不可能是戴拿的徒弟啊 啊 不是 那戴拿的徒弟到底是谁啊 是啊 逗逗 这一个脚的奥特曼这么多 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是戴拿的徒弟啊 别急嘛 我又没说不给你们线索啊 那戴拿的徒弟他有什么其他特征啊 课证就是 那个奥特曼胸口的能量根 是不规则的 不规则的能量根 莫非 你想到了谁 就是那个 需要戴拿的力量的奥特曼啊 哪个奥特曼需要戴拿的力量 就是 我直接找出来给你看 赛加 赛加就是借助戴拿 赛罗和高斯的那两堂长的 他是不是就是戴拿的徒弟啊 你这难 你奇奇怪的还离谱 啊 离谱 对呀 赛加都已经是神秘四傲了 怎么可能是凭证三角的戴拿的 师傅 这都自己说的 戴拿的徒弟有不规则的能量根 赛加的能量根 复合条件啊 有不规则能量根的奥特曼 又不出赛加一个 拜托你用点脑子 好好想想行不行 就是 况且 逗逗说了 戴拿的徒弟是一个角的奥特曼 赛加明信不是啊 不是 那你说戴拿的徒弟到底是谁 直接说就没意思 就是要你们猜啊 但是我们猜不到啊 那我就再给你们一件提示咯 戴拿徒弟的能量灯 是在胸口的左边的 能量灯在左边 那不就是只有他了吗 是谁 真没想到 戴拿的徒弟竟然是他 德凯奥特曼 德凯 逗逗就是他呀 没错 戴拿的徒弟就是德凯 对嘛 戴拿和德凯 只是在一起战斗过 也没人说过他们是师父关系啊 哎呀你相信我 我说是就是 哎呀 逗逗逗说了 逗逗说是就是 他们一定不会的就是 哎呀 是的 逗逗说了 我敢相信他啊 你们必须 我 我 我 是我